大家好 昨天过了纳下 天气变得很热 而且这几天开始有狂风暴雨 湿热的天气真的令人觉得很累 今天就分享五指木桃 合掌瓜 红萝卜汤 材料很简单 又可以化湿 易气 梳干解热 健脾开胃 適合现在这个又热又湿的时间饮用 如果想知道如何煮的话 欢迎你继续看下去 在看片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订阅潮妈教主这个频道 和开启小铃铛 以后有新片你就不会错过了 这些就是所需要的材料 如果你想增加多些去湿的功效的话 可以加適量的扁斗下去煮的 详细的食谱是片尾 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 这些是五指木桃 又叫做蓝旗 五爪龙 五指牛奶 自从新冠之后 很多人都认识它 它味甘 性平 可以健脾补肺 益气化湿 煮出来的湯有类似椰子的香味 这两粒就是椰棗 这次熬汤就不用蜜棗 用椰棗 椰棗 微甘 性温 可以补充益气 止咳润肺 化痰平寸 首先将五指木桃和椰棗 用水洗干净 五指木桃至少要浸30分钟 椰棗 椰棗浸10分钟就可以了 所以10分钟之后 可以将椰棗先拿起 浸完之后 将五指木桃 瓶干水備用 尘皮 尘皮 微甘 苦 性温 可以里气健脾 醋湿化痰 将尘皮洗干净 用水浸完 留下浸沉皮的水 而沉皮刮囊 備用 现在夏天最好就是吃瓜 合掌瓜 又叫做佛手瓜 可以梳干止咳 清肺化痰 清肺化痰 去风解热 健脾 健脾开胃 用水 徹底洗干净表面 因为 我们会连起皮 去煲汤 如果你怕浓药残留在皮上 可以用流水 冲洗15分钟 然后将它去核 再切块 切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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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我们就不用甘筍 用这些大力的红萝卜 红萝卜 红萝卜 味甘 性平 可以健脾和胃 保光明目 清热解毒 洗净红萝卜 洗净红萝卜 披皮 再切块 切碎 如果有些位置比较肥 可以用剪刀剪掉肥膏 然后用水 冲洗干净 出一出水 冲洗干净 如果你是素食者的话 可以不加肉 或者用腰果代替肉 除了猪腱之外 将其他材料放入汤煲 煮干净 加水 大火煮滚 水滚了之后 再加猪腱 转小火煮一个半至两个小时 喜欢的话 可以在喝汤之前 加少许盐 调一调味 这个汤可以化湿液气 梳干解热 健脾开胃 这个汤非常清甜 又有五指毛桃 散发出来的椰子香 非常好喝 喜欢这段影片的话 欢迎大家按赞留言 和分享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